自从电影《爸妈不在家》 去年在康城影展大放光彩后 新加坡电影再次回到康城舞台 其中两部入选竞逐电影基金奖 他们是由本地学生拍摄的电影《最后一次回家》和《欧露西》 这也是首次有新加坡学生作品入选康城影展 而新加坡导演拉甲格帕 则是唯一获选进入康城影展电影工作室的亚洲导演 如果脱颖而出 拉甲格帕将能获得资助把剧本《A Yellow Bird》拍摄成电影 另外一部本地短片《On an Infinite Loop》也走进康城 希望可以找到适合的发行商 我们下转发行商品入选康城影展开